秋天 神明的周经 在现在这种时代 我们真正要把 所有一切的事情放下 来打一次佛期 从头到尾都没有干扰 或者是没有妄想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记得我们还没有开始的那一天 李润参居士他有下来 可是他说他在静年念佛会的时候 去帮忙搬来一些揍水 他的腰都动不了 那我就告诉他 你平时大概真正能够拜佛的时间很少 做了一点点运动 把那个身体慢慢转慢慢转 他就说他的痛已经消失了很多 以前我们在奉山佛教连社 那个大殿不太宽 就是比你们现在坐的 大概多一台桌子出去 就是那么宽 而且很长 那个大殿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 那最底那边就是大殿 那一些刚刚开始来拜佛的人 以前都没有那么拜 一下子就要拜一千拜 有些人没有办法 拜到第二天第三天 因为好像我这边如果是一个供奉佛的佛堂 是把那个回头菩萨跟前浪菩萨是放在最后第二个柱子那边 他们在坐下来念佛要温存的时候呢 我们老和尚告诉他们说 你用观像的 把眼睛张大一点点 你看着前面的佛菩萨 然后一记一字念佛 我记得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子啦 他到坐下来的时候 刚去到佛回来坐下来的时候 就把眼睛一闭 眼睛越往下越往下越没有神 人家在念佛他就在下面打瞌睡 真的很多人修行 在外面啊 神气活现 一到大殿里面就到里面去打瞌睡 都不知道这个是自己造业造的太重了 人想要修行呢 一进到大殿里面就睡觉 甚至呢 睡到跌倒下去 这个我是怎么想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是很多人就是 不认为自己业上身重 一进大殿就睡觉 一出来就神气活现 讲话跟人家讲几个钟头 站几个钟头都不要听 一进去里面 我坐在上面 他坐在下面 还要拿椅子 把那个脚可以垫高了 坐在那里 念佛的时候甚至于是在大殿里面睡觉 我常常想 这样这辈子的阅障能不能消呢 后来有人就是到前面的时候跟佛菩萨说 我真的想要拜 我也想要走 可是我的脚真的走不动了 佛菩萨你能不能把你的脚借给我 绕到后面去呢 就跟那个 鬼头菩萨跟佛菩萨进 真正是七天以后 他换哪一个人 为什么 他说 他本来会觉得说越来越败 应该会越严重 可是到后来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人 如果自己没有办法 坐下来眼睛一闭就睡觉了 不然就是妄想昏灰 那是到大殿里面没有把心带进去 也没有想自己要怎么样的来求障回 或者是怎么样用功 把自己以前不好的习气去掉 那因为后来慢慢的一次一次 而且一次觉得有进步了 以后他就不要想 现在我们没有静静佛气了 我可以轻松一点 因为从自己有改变以后 就非常的认真 所以有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昨天我看那个谢医元居士 又讲了有一个一对谋女 两个人一生遭受很多的厕择 后来母女虽然都没有出家 可是在家里她就说 她要非常用功 两个母女平时也不会说 有时间多聊天 只要去做工作回来以后 个人都在用功 那位女儿当然比妈妈 比较不过体悟 所以有一天她就跟她妈妈讲 妈妈 我想要到年二十八 那天我要走来 我不想要住在这里了 妈妈说你干什么 她说 我要到阿弥陀佛那里去 这个妈妈也很好玩 她说你到年二十八 大家都要忙过年的事情 你到那天你再走不太好吧 她就跟妈妈讲 要不然这样子 我二十二年二十二就走了 让你们有差不多 有七八天的时间准备 妈妈说好啊 讲说你愿意那天走也很好 其实在那天早上呢 这个女孩子身体还是很好 精神还是很好 然后一大早她就跟她妈妈讲 那我要去准备了 你想我们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我们自己有没有那个把握 其实她去把衣服换一换 坐在他们家的佛堂 念一念佛一下子 没有声音 真的假的她妈妈去看她 以为她还在打坐 其实一下子就懂了 所以那个谢医元老师就讲了 这个是母女对话里面 让人家非常感动的 因为这个女儿呢 真正能够无疾而终 我想我们要这样子 是不是很容易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可是如果认识我们法院师的人 他跟了我三十多年的时间 在他快要往生之前 差不多半年 每一次有人来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们也要用功啊 我要要用功啊 因为他亲自看到我的妈妈 念两句火号 那就往生了 而且呢 在我们入恋以后七天 我们没有把那个光幕呢 把它封起来 真的是到第七天的时候呢 我妈妈的脸像还是栩栩如生 我那些姨妈呢 来看到我妈妈的时候 还问我们说 是不是有帮我妈妈发光 我说哪有 我说哪有 因为我妈妈也受了菩萨禁 所以他要走的那一天呢 他就把他自己的海青 或者是他的被单 他的衣服全部都洗好以后 早上呢 就到那个美容院去 把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 那回来的时候 我记得下午呢 那个法知识轮到他在煮东西 他进去的时候问他说 如果我这样去见人 会不会没有礼貌私礼 好像法知识说 老婆你就是上到这样争承者 就是不会私礼 他说好我要去外面跟大家告辞了 结果他出去没有多久以后 他们就说 他站在那里跟大家说 对不起啦 我们这几天我们这里要吵到你们 甚至于妨碍到你们的交通 很不好意思 他们大家跟他讲 不会啦 不会啦 结果他在那里念了两声阿弥陀佛 那时候我还是在一个 才十几瓶的经测里面 因为平时很多人都经常来听佛法 所以很多人有都赶到那里了 七天之间日夜不停的 今天二十四小时 七天之间大家都帮我的妈妈念佛 所以到他要去火花的那天 脸上还是寻寻女生 那法院师就讲我以后愿意这样 他在我们那个会客室实在是很忙 甚至我常讲 我如果说我今天五点钟早上要出门 他还是一样要带我出门 晚上我在台北七八点 我说我还是要回去能源室睡觉 他也是要帮我开车 那在那里呢 没有像别的轮班还有一点点休息时间 可是只要没有人来 他会拿一个纸板 在我的那个小客厅的佛前 他一直都在拜佛 我记得我们要买最近我们买的车子 应该是三年前 要买车子的时候 台北打电话来问我说 我们要买什么颜色的车子 还是中午还没有吃饭的时候 他就站到我后面 居然讲那个车子要什么颜色 我说你会很少开 你不用出主力 然后呢 打板来大家都去用餐 等到吃饱饭的时候呢 他们跟我讲说 师父啊 法院师怎么没有下去吃饭 有没有出门呢 我说没有啊 他刚才还站在我的后面 你看就在大家吃一餐饭的时间 他就在房间里面往生 后来他往生 之后有很多基数就告诉我说 他们经常就告诉我 我以后要像狗狗啊 没有病我就走了 我的一个侄子是医生 他后来听到说 那个法院师的往生情况 虽然在我们苦痛一般人 觉得那个是一个病 他告诉我 姑姑你不要担心啊 他根本要走的时候 一点痛苦都没有 因为我不是在那个境界里面 我不太了解 所以我也不知道 可是呢 我先以后 我们里面的书兄弟 有事的时候呢 他就 他都有机会出来还来鼓励这些师兄弟 我是他的师父耶 可是我比他放逸 我不知道我以后是不是能够像他这样自主实志 昨天呢 我曾经讲了有一位居士 因为他的小孩子呢 我不知道他花了几十万还是几百万 也没有把他的孩子救回来 可是呢 很多人都会说 你在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某一个人呢 可以帮你的忙 可是今天呢 我发现有一件事情 自己认为他能够去帮忙人家的 有时候如果理念不对呢 我们去听他的再花多少钱也没有用 那位居士呢为什么 这一次会把钱全部都弄完 昨天那一位帮忙他的居士就讲了 他说你知不知道 过去生中 你本来也是一个出家人 那你用种种办法 你很爱钱 弄了很多钱 可是呢 给别人吃的时候都是吃那个不好的东西 你吃很好的东西 为什么你会出家呢 你本来在家的时候娶了一个太太 可能呢 在事业上或者公民上有成就 后来就变心了 变心以后呢 就把他的太太吊死了以后 才去娶后来的那个太太 你想想看是为什么后来那个太太家里比较有钱 比较有地位 所以那个太太很不甘愿 她经常就来干扰她 后来呢 她是自己的良心过不去才跑去出家 可是出了家以后还是想尽办法要钱 她说这一辈子啊 让你为了孩子把钱都花光了 就是因为你以前都是爱钱 为了爱钱把自己的原配弄死了 为了爱钱出家以后呢 还是在拐人家的钱 所以我现在让你 不但没有钱 甚至于你的肠胃都很不好 昨天我听了 如果心里我会觉得说 我们一个人在愚痴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很难过 那今天呢 在你们开始武功的时候 那个佛一如老师呢 告诉我说 师父啊 有事情之后你要出来 因为我今天早上特别不舒服 特别不舒服 我就一直都在里面 可是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位居士 他说从昨天啊 他就没有让他睡觉 甚至找不到自己的房间 你们想想 昨天晚上气屋里没有下降 他让他把海径脱掉以后 穿的衣服 当然不是说只有一件很单薄 可是如果只是穿一件 比较秋天的衣服 昨天晚上会冷水 真的是让他坐在外面 那到今天的时候呢 他心里面很不高兴 他就说 来餐里的人里面啊 有过去身中也是在修行的 而且是做法王 他说他说那位法王啊 很会讲道理 而且呢 他说主要他坐在上面看到下面去看不到人家的身体 你都只是看到人家的头 你想想看 去亲近他的地质有多少 可是这位法王呢 因为名气很大 就想 我从佛经里面看的那个道理 我拿来讲 像现在也有很多人说 你们念佛很慢啊 念三辈子都去不到西方极弱世界 现在我们有持某一种做 这一辈子就能够寄生成佛的 其实不是只有一个道场 两个道场 有很多道场啊 都是在讲这种道理 我以前还没有去见能人士的时候 我已经去那边当住持 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在外面拜佛 如果要佛妻的时候 我们只是搭一点樊布 你想在那个山上 四边都没有围棱 那我们出家人在里面 大概那个大建里面容不下二十个人 那所有来参加的人 都是在那个院子里面搭那个帐篷在那里 我就想 应该要建一个内伯堂 我这辈子又没有见过道场 我就想说 哪个道场很庄严的话 我很想去看看 忽然间我就听到人家说 某一个道场有很多莲花 那我就想 我们的牢上是净土法门 当然我们是每天在回向的时候 不是九品莲花为物模 那如果那个道场里面有很多莲花 我应该要去看看 对不起 不是我们看得到的地方有莲花 那我去了以后 因为我以前有在电台 所以有很多出家的师傅 我从来没见过他们 也不认识他们 可是他们最少有听过我 一听到我要去 我记得他不太欢迎 所以我 我就是说到那个道场 后来我进去拜佛 也没有看到有什么莲花 那我觉得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 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我就说打倒了 那我是有从这里经过 听说你们的道场很庄严 所以我进来礼佛一下 我就走了 后来辗转的 有住在那个地方的人才跟我讲 那个道场是在我们家的附近啊 我说听说有莲花 怎么我进去都没有看到 像我们现在佛堂的柱子 我都用莲花嘛对不对 那我们下面外面还有那个酒品莲 很多小朋友来了以后 都希望到那里去玩一玩走一走 还有我们的人有回来有时候会到那 可是我没有看到莲花 他怎么讲他们是有很多莲花 原来那个道场就说 你在还没有死之前 你如果以后往生来以后 要到我们的道场来 你要在佛前花杯 那要从多少 一万块 不行两万块 三万块四万块 有些弄到十五万 你就可以在我们大殿里面 还没有往生的时候 就有一个莲花位置 不用认真持咒 不用认真修行 也不用认真去忏悔 就是你拔杯 看看多少就可以有莲花 那这个是 这个办法 后来好像也有一些道场去学这个 你现在有钱啊 你要来啊 如果你弄到二十万 你没有的话 佛菩萨说你要二十万 你才可以有莲花 如果你没有钱 那你就不能来 那 昨天我讲的那一位居士 就是说他的孩子 身体有病的时候 现在那个机构也是要人家去拔杯 说我的孩子要出多少钱 我记得不只是台中这位联友 后来在南部也有一位 居士他的女儿生病的时候 也是要去拔杯 弄到他们家里都没有钱啊 那个师父还是认为 如果你不够的话不行 甚至于他现在也有那个安养院 他会告诉 你看别人都不愿意照顾 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愿意照顾 所以你们啊 长辈如果来这里 你们还是要多拿一点钱 你们的长辈才能够将来怎么样怎么样 那今天呢 那就是那些没有得到解脱的众生 他就是我们来参与的联友里面 过去生中呢 是法丸 而且呢他的法源非常的殊胜 可是他每次还是讲 只要你持这个众 就可以往生希望去做世界 甚至于现在还有人说 那个众生生生下来很可怜耶 你如果不吃他 他还是 如果十年不吃他 他还是十年做众生 因为我们有得恨 我们吃了他 让他可以赶快脱离众生生 还重症有持耶 还是我除备我愿意出他 才让他能够脱离众生生 而且呢 那就讲了 你只要持什么众 你就可以继生成佛 那刚才那一位 从第一出来的众生还讲 他说 他说你未来要迎合这些人 说如果你要得到功名 你要吃什么做 假如你要很有钱 你要供奉财神 真的耶 以前我有一位 平时大家很好的 同修的朋友 他后来呢 可能也去亲近了 这个仲派 他的有做生意的徒弟 有时候我去了他 他说师父你也到我们家做做啊 我去的时候就看到不一样的 他就跟我讲 这个是财神 还是某一个人婆妾呢 送给他的 所以他能够做生意很顺利 还像是皇财神啊 还是什么 一看啊 他的很多信徒家里都有这个东西 那我平时告诉他们 你好好的持咒 他大概也不愿意念皇宗宗 他说 那一位人婆妾告诉他 你只要念什么 你将来一定可以 这一辈子 你就可以广称西方基督世界 那他就讲 那位法王因为 福报很大 扶持的人也很多 甚至去帮忙他 他说 连我们这么好 他这样好 能够度很多众生 我们拿去扶持他的 我们现在自己也是要送报啊 各位 现在如果叫你好好 老老实实的修行 没有几个人愿意 但是呢 如果说到那些地方去的话呢 就是趋之落物 二十多年前啊 有一位他的爸爸 是做卫生器材生意的 后来也要他的孩子 做卫生器材的东西 这个儿子呢 就想 我爸爸喔 很common耶 自己是老板 我做他的孩子 每个月主能领几千块薪水 人家都是 算万的喔 可是他是这样啦 你几千块薪水 你的孩子的吃用 你的太太的吃用 还有你孩子的教育会 都是爸爸来负担的 他的弟弟呢 就老老实实的 在他爸爸的公司里面工作 可是那个哥哥呢 他就想 我才不要这样子耶 那我娶的太太 也不一定愿意 照我爸爸这样做 所以他自己 就到外面去做生意 其实他在还没有 出去做生意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彰化 某一个道场 他每一个月的二十号 都会请我去 他们的道场讲佛法 他是在那个道场的 有一天呢 他到我的身边来告诉我 说 我不是 我不是这个人喔 我是这个人的堂哥 那我车祸死了 现在希望师父来救我 你想想看 我是在别人的道场耶 我如果弄这个事情 我觉得 我不知道 要怎么样跟那位师父解释 可是他是那个道场 很好的户法 他们一家人 好几个人 就是他以外 他的堂姐 他的姑姑 他们也都是在那个道场 那天呢我特别留下来 那一位居士在我旁边 那个师父说 拜托法师你救他一下好了 我说我也没有办法救啊 其实他就从他身上 讲到他堂哥的事情 从此以后呢 他就经常回到我们的道场 以前是在能人师 那他的一个故障 家里是在杀猪的 有一天他来 在跟我聊天之间 突然间他就倒下来 而且是猪的声音在叫 后来我问他是 为什么 他说 那个猪呢 要咬他的那个故障 后来真正都有那些事情发生 其实他每一次被借到的时候 都是非常痛苦 要在地下打滚 或者是快要断气了 后来呢 他也跟几位佛教徒在一起 他说 不要去能人师啦 我带你到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高僧的地方 他就有办法帮你把这些业障消除 怎么样消除 不是叫你自己忏悔呢 我帮你加持 我帮你持住 那然后你的业障就会消除 后来他也认为 如果来我们这里 实在他自己很辛苦 很久都没有来 几年之前 应该是 应该有四五年之前吧 他偶尔回来一次 可是那一次呢 我听一个信徒告诉我 师父某一个人中风了 我想他很年轻 他的孩子都还在读小学 跟一个在读国中而已 他中风了那怎么办 在他还没有中风之前 到我这里来的时候 我看他手上挂了很多 我看他手上挂了很多 戒指 还有这里呢 那个项链 都是某一个 人婆妾加持过的 手上的东西好像又有什么 鬼还是 什么 用两个 红红的那个珠子当眼睛 好像那个 他说这个是有法力的东西 可是从他中风一直到现在 有两三次都中风了 不过他还是坚持吃素 可是在那段时间 有没有吃素里面 有没有吃蛋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那他就是认为 那个法王很厉害 可以加持他 他拿来一些东西来给我 都是好像 他说 师父你对我很好 所以那个法王加持过的东西 我拿来给你 我能靠那个来消我的业障吗 没有办法 所以他告诉那一位 过去生中的法王 这一次有来参与的 他说 本来我需要让你躺下来 根本都不能动的 因为你有来 那地藏菩萨还是叫我说 你还是出来跟他解来 可是他 那一些受苦的人 我告诉他说 你自己过去生中也有噪音 你自己也应该要好好的忏悔 他不听 他就一直讲 他以前我们听他的话 照他的方法做 所以我们 才落到那个不好的地方去 我现在也不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所以不只是爱钱 如果我们为了自己要有一点名气 去看一点经 然后那不是真正的道理 我们偏要强调 你知道这样之后 将来你一定可以去怎么样 我还记得有某一个外道 他说 你们来得到以后 我给你五字真言 你每天都要念这个五字真言 但是现在你不能把这个五字真言 告诉人家 那个是秘密 假如你往生的时候 因为你有这个五字真言 你就可以到里天去了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 非常虔诚的性 然后也没有想要怎么样了解道理 怎么做是不对的 怎么做才是对 那到后来身体很不好 经常也有很多人都到这个地方来 我说你要不要改变一下 比如说你跟你媳妇讲话的时候 好像要把你的媳妇吞下去一样 你这样你就是念多少字的资源都没有用 他还是认为说不行啦 我已经发愿了 我绝对不能背叛宗教 你们想想我们在学校有很多老师 那他教你的时候如果教错那怎么办 我常常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以前很多出家人是不适智的 所以呢 人家念什么他就念什么 我现在有时候再听一听 这个字不是这样念耶 可是我们里面的人这样念 你看好像寸多 我们想寸度那就不对啊 对不对 一个一个 你要去想一想 这个事情对不对 那个不是印度的度 不能念度 应该要念多 这个是要破音的 那还有呢 现在很多人 那个在我听那电视经常 哦 那个地方 因为有大雨冲了 所以规裂了 其实是念军裂 不是念规裂 那我们这种有边独边 无边独上下的很多 以前就有一位秀才 他到那个道场去 那个师父站在前面 他们就是像一半个出家人 只要有空就到道场去修行 那个秀才就听到前面的小师父在念 苦一日 苦二日 苦三日 苦四日 苦五日 苦六日 一心不乱 每次都听到这样念 他后来有一天就说 小师父 我跟你讲 那个不是苦啦 苦是 一个骨子 那我们如果是 若一日是 右边的柚子 那个有撇出来的 那个叫做 若一日 若二日 同样都是草子头 你不能念苦呢 他说不行 我来这里几年 都是我师父教我的 你现在还要帮我改 我要去问我的师父看看 应该要怎么念 他就说师父 师父 那个秀才就跟我讲 我们不能念苦一日 苦二日 应该要若一日 若二日 他说师父很生气 我跟你讲 我从出家苦到现在苦几年 你现在还苦不到两年 你就不要苦了 还是要苦一日 苦二日 我常常想 我带人家 以前我有一个弟子 他每次带人家来朝山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人没有来 他宁可未来等那个人 一点钟要出发 他等到三点 来到这里人家都已经朝山 朝一半了 后来大家都认为他这样不好 就换别人带 在换人带的时候 他出了一个很不好的 嗔恨心 就跟我讲 说 师父 你不要一直带人家朝山 把人家带到地域去 我说师父 他还说 那一位就是 他如果敢带 他的车应该会在高速公路上翻车 你看他是修行人也敢讲这个话 后来我心里很痛 为什么 他到最后 让一个人管住他 连自己的弟子 对他好的人想要去看 他都不准去看 所以我常常想造业很可怕 我也很怕我自己 把很多人都带到地域里面去 所以我很细心啊 用最简单的方法 你们赶快吃往生做 把一切业障根本 这样才能够往生净苦 不是你 你拿多少钱来告诉我 我帮你加持一下 现在比较少人来叫我加持 师父加持一下 加持一下 我的孩子要去 要去考试 师父加持一下 加持一下 我们某某人身体不好 你还是说 我的身体不好 你还要叫我吃无蛋无奶的 我不可能啊 那你 那些让你吃的东西 很多人一看说 为什么那个人身边很多小鸡 就是你自己不知道 你招了这个业女 自己不要跟人家忏悔 那些东西还是在你旁边 所以有这些教训啊 我常常讲很多人 如果有人讲到是我的时候 我会说不是没有 那我希望你们跟我讲得清楚一点 我真的自己应该要忏悔 提供给大家做一点参考 节哉